4月26日 有媒体晒出张子依去接女儿 醒醒奉学的画面 迅速引起网友热议 当天张子依身穿半袖搭配积风裤 露出来纤细的小腿肚 紧身的衣服刚好勾勒出身材期限 铺显张子依的曼妙身材 如今的张子依也是44岁的人了 但身材依然苗条 不知道是不是私下一直在保持身材 着实令人羡慕 值得一提的是 估计是出来接女儿太着急 张子依当天不光是穿着比较随意 她甚至都没有好好穿鞋 她抬倒了鞋子后跟 像穿拖鞋一样 国际影后私下也如此接地气 着实让人没想到 张子依赶到学校后就排起了队 等待接女儿放学 周围也有不少学生家长等候 不过张子依当天戴着帽子口罩 捂得很严实 大家都没有愿出她来 很快张子依就顺利接到女儿 她牵着行刑的手通过人行道理开 如今已经七岁的行刑越来越粗了 身高已经到达妈妈的胸前 她戴着小黄帽在人群中格外显眼 画面十分温馨 如今张子依爱情事业双分收 最后也祝她们一家永远幸福吧